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欢欢何婷欢 周一到周五十一点零七分 我在中广新闻网生活有够欢 YouTube中广新闻网频道同步直播 邀您一起让人生得意 须敬欢 欢迎收听中广新闻网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生活有够欢 我是节目主持人欢欢和婷欢 我们同时也在YouTube中广新闻网频道同步直播 手机也可以透过中广新闻报跟直播平台 Long Live App来进行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收听广播的同时 也可以一起来收看直播 欢欢也带了笔电跟平板电脑进来 也会随时来看频道的聊天室 注意大家的回应 也谢谢YouTube上面 哇 好多好朋友又来到我们现场了 彭仁 金辉 猫饼干 AF还有Kelly以及正男冬浩 那么大家都来到了现场了 还有呢同样也跟Long Live上面的大家来say hello 今天呢Long Live有大咖要来到现场 就在下一段节目哦 也谢谢我们每次都会到现场的 包括威哥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金辉 以及你们都已经来到现场 还有遥远异端的朋友 当然还有我们可爱的比利巴拉边提醒 欢欢要跟大家讲说 记得左上追踪 左下分享 还有呢可以送送小礼物来支持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 也可以让我们赶快登上热门排行榜哦 那么首先呢节目一开始 世界新鲜事 当然还是要带大家了解世界各地发生了哪些大小事情了 首先今天报纸头条 相信大家都注意到的 就是在这个后天即将要解除职务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呢 昨天透过脸书宣布说尊重人民的意志 不会提出任何诉讼 那么韩国瑜不提诉讼 所以呢高雄市长依法将会在三个月之内完成补选啊 那么韩市长呢 其实昨天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有发现他也发出了最后的穿云件了 号召明天穿白衣戴口罩到凤山道别 我在这个我的脸书粉专何庭欢的脸书粉专 同样也有贴相关的活动讯息 希望各县市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守望高雄哦 就好像我昨天说的 其实呢我认识的韩国瑜呢 心胸是非常非常宽阔的 所以也时时刻刻的一直记挂着高雄 一直到最后一刻都还在关心着高雄的未来 不过呢也看到他不提诉讼的结果呢 就是等于是让这个高雄市长就等于是宣告进入了补选大战了 目前看到报纸消息就指出高雄代理市长人选 今天应该就会议定出炉 那大家也很关心啦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到底会不会参选呢 陈其迈就松口说回家很开心 没有劝禁的问题还提到说高雄是他的故乡哦 更提出说市府人事重组 应该要多让年轻人参与的建议 那大家觉得陈副院长会参选吗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也同时谢谢我们遥远异端的朋友 Longlive上面遥远异端的朋友 送的掌声鼓励哦 对今天来宾真的是很厉害 等等需要很大的掌声 大家赶快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哦 待会就可以看到说到底是有多厉害的来宾来到了现场了 那么在YouTube上面也讲说 对真好韩总加油 韩市长跟高雄在 好那看到说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到底这个陈副院长会不会来参选呢 这个我们还需要继续来观察 但是现在呢看到 哇焦点呢 战火是不是又烧回了台北来了呢 昨天台北市长柯文哲 评论罢韩之后的台湾政局 就说台湾现在不只是一党独大 还到了一党专政的程度哦 这个也让曾经担任柯市府发言人的 现任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鹤明就在脸书反击 那么他就批评说这个柯文哲这样的发言 等于是否定了很多北部的年轻朋友搭车回家投票的民主行为 甚至等于把这些年轻朋友自主回乡投票 当作是被政党操纵的行为哦 对这些高雄的年轻选民非常不公平 所以林鹤明就用了这样的词说 雍正一人专政来影射 影射谁大家都知道 来影射回击 不过呢今天早上呢看到柯P在早上爬楼梯的时候呢 又开始回呛了 他回呛说 一人专政那一人有比一党可怕吗 一个人跟一个党 哪个比较可怕呢 哇这个回呛真的是火药味十足 我们就也看到说现在焦点好像是又烧回了台北来了 哇尤其昨天呢 柯P才在议会被议员咨询的时候 就问到说 哎你没有获得五星级首长 他就说 哎我反而觉得以前的五星级 我看也没有多高明啊 啊坐牢的坐牢欠债的欠债 那国民党议员王洪威就听到就开始追问说 你在说的人难道是总统府的前秘书长 也是前高雄市长花妈陈菊吗 那么柯P听了之后 只是就开始呵呵呵呵 用他标准的呵呵呵笑声回来之后 就说one of them 就是说是其中之一啦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联想空间 留的很多联想空间 可是留的空间也非常的有限 那大家有怎样的联想呢 就是大家的事情了 好大家看到 哇这几天真的是政治新闻比例有点高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我们生活的够欢是一个生活性的节目 那就来关注说最近好像疫情呢 控制的好像差不多了 其实欢欢这个节目从4月6号开到现在 非常非常多都是在讲疫情的部分 因为那时候刚好疫情正流行嘛 然后刚好来到空中跟大家相见 但是呢现在疫情也控制的差不多 就会偶尔想要讲一些这种 嗯真的是时事类的新闻 我们不限于政治 当然是希望我们节目是维持生活属性啦 但是呢 疫情现在控制好像差不多了 就连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这个也不再每天开记者会了 等了好久终于解禁了 就在昨天呢 台中大甲镇兰公也宣布 今年9天8夜的妈祖绕境活动 确定将会在6月11号 也就是明天深夜的11点起假 而且会在20号的时候回卵 那么工作人员会控制在800人以内 并且全程佩戴口罩哦 同时呢 哦看到了哦 郑兰公也呼吁信仲说 在家里面收看网络直播就好了 也可以参与绕境的啦 减少钻教底跟服教的人数 指挥中心也认同郑兰公的呼吁 就希望信仲可以在家收看线上直播 避免来到现场 也谢谢电力不足给的掌声鼓励哦 对所以呢 其实看直播 想不到连妈祖绕境 都可以用直播的形式来进行 真的是想必是过去 不管是信仲还是民众 都已经想象不到的情景 对不对 但是呢 也确实因为最近疫情的影响 再加上呢 我们的资通讯科技 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 也让这个互联网是越来越普及化 让观众呢 不再想要只是单向的去看这些新闻啊 媒体 而是能够去这种双向互动的网络直播 就渐渐的成为主流了 就连环环线的主持节目 来我左边要看看 谢谢我们威哥送的巨蟹宝宝 这个是浪Live的荧幕 而这边呢 另外一边 右边我要来看看的是 YouTube这边 哇有非常非常多人跟欢欢来讲说 关于这个刚刚讲的新闻事情 Google还讲说欢欢有够白 可能粉差比较多啦 没有啦 今天其实粉差的还蛮少 大概是光打的比较好吧 好那看到说你看 欢欢连主持一个广播节目 除了要跟广播的听众 大家聊天之外 也要搭配YouTube 也要搭配直播平台 浪Live 哇这种这么多的直播 就能够更有效去增加 大家看到或是听到的触及率嘛 对不对 更不用说现在呢 很多网红动辄都有什么上万的 甚至是百万的点阅人次啊 跟追踪数等等的 所以呢 当他们一评论时事 发表意见看法 影响力超大 已经超越我们过去观念里面 所知道的一些名人啊 或者是名嘴啊 或者是专家等等的 现在呢 你看只要你当上了网红 你就有意见的影响力 那等于是成为一个 我们不夸张的讲 人人都想当网红的 新全民直播时代了 那么无论是当红的 这个看到最近 大陆女星范冰冰 靠着变身直播主啊 来带货 可以力推旗下品牌的 面膜跟眼膜 两款产品啊 才短短的五分钟 跟两分钟之后 就全部卖光光了 让范冰冰都感觉到受宠 若今这个是范冰冰的情况 或者呢看到昨天才出来的新闻 过去被称为台湾第一美女肖强 最近呢也转行来当网红了 好几千件的衣服啊 鞋子啊 包包啊 线上亿卖五百到两千元 也是超级受欢迎 那更不用说了啊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些艺人就转换跑道 例如说有暖场天王称号的艺人 啦 他本名是刘俊峰的啦 他在2020年的时候呢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半年来的收入只有五万元而已 为了拯救他的生计 当然就转战当起了直播主啦 那一开始他还听到说 哦你是不是演艺圈混不下去了 这种闲言闲语 这个听了是真的会难过的 但是他还是下定决心 要杀出一条血路哦 哇 看到真的是人人都想当主播 但是主播是不是人人都能当呢 今天我们欢乐正能量就请来一位 希望用自身的经验 来协助推动直播新媒体 以及青年直播创业的营运长 而且他年纪轻轻哦 才30岁出头 就已经是哇 年营收破20亿的 这个直播公司的营运长了 想必我们浪Live上面的 这个观众朋友 已经有人使用了人气卡了 OK 还有拜拜跟我们来打招呼说 你们好 那OK 看到人气卡已经开始使用了 好 马上呢 就要来看到的就是 浪Live的观众朋友 有猜到谁要来了吗 YouTube的朋友 也不要走开 稍后一起来认识这位超级鲜肉的COO 就是营运长的意思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马上回到生活有够欢的 生活欢乐送单元 中广新闻网